Hello 各位朋友 今天帶城小事來講講關於朋友 我在現在的工作 我都做了四年多 因為大公司 人流流動得大 流得快 很多時候他們請學生夠便宜 因為如果你計算最低工資 17歲或5磅多 18歲就6磅多 比起成年21、22歲之後就9磅多 即現在的時價就是這樣 所以這些公司很多時候就說 我們這些大學生想找工作 想拍攤那些 拿經驗那些 我們請他 又好洗又好用 又搬得又台得 通常年輕人都走得快 做事怎樣都爽快些 除非那個人是特別 特別遲鈍、特別慢 所以大公司很多時候都用很多這些人 但他們畢業之後 當然找到好工 走 這只是踏腳石 很少人會繼續在這裏 如果讀完大學 因為他們有很多升級機會 但是看你做不做到 因為這些工其實不是那麼容易打 如果你做領班 可以爬到上副經理 或者是大經理 你需要負責的東西是很多 所以說我現在的年紀是不可能會做 但如果比起來說 如果我年輕二十年 我想我都沒有本事做 有很多人他們是做得到 但是做了幾年 他說 我問你有沒有升級做領班 去考考 他說 我不做 多一磅幾兩磅 真是做死 一沒什麼 沒有人 你要自己頂上 OK 或者公司大大小小的事 全部你都要自己負責 現在又扯開了 我今天說 是說 一起做事的時候 就叫做同事 他們離開了之後 就叫做朋友 如果還有聯絡的 就叫做朋友 在前一陣子 有個K軍 他很想買屋 因為他住在政府屋 那裡 我知道他想找工作 有朋友 就進了去一間酒店 做側房 還有那間 其間很多大酒店 都不夠人 其實不單止酒店行業 有些 或者送外賣 送什麼 但是那些就要出去 那我就幫他 叫個朋友 幫他問一下 可不可以介紹他進去做 其實他以前說 未進來公司做之前 他也是清潔公司幫人做過的 就是清潔公司 就立那些家庭 那些終點 他以前是做過一兩年 但是可能 或者不喜歡做清潔 但是因為現在的酒店工 計算起來 他也是計算中數 計算時中 就 比起這裏人工 高幾磅 一個小時 譬如這裏 9磅半 他那裏可以圍成11磅 那我就問他 有沒有興趣 有個朋友說 知道哪裏請人 那他就馬上說 我有啊 我很需要工 我現在真的很想換工 就是那個K君 他說 他想換 就是他門口那裏 那些毒販 直接在門前 插死了一個小孩 所以他很害怕 他怕他兩個兒子 將來會受到影響 所以他說他想搬 想自己賣屋 那就說了很久了 前兩個星期已經跟他問到 然後叫朋友拿到個資料呢 就發揮給他 叫他直接打電話給經理 跟經理談 然後看了他 看到他在WhatsApp那裏 就是已經 他是看了 看了就是變了兩個bluetaker 就是覺得他是已經看了 沒有反應 沒有反應就算了 是吧 或者他又改變主意也不行 我就這樣想 跟著過了兩天 看到他 我說你 沒有興趣是吧 我說你可以直接打電話去什麼 就是我提起你 那他說 不是呀 我的電話 壞了 不知道壞了還是 不見了那個電話 所以現在又買過一個新的電話 他說 跟著他展示給我看 這個電話 我新買的 所以你傳到那些什麼message 不知道是否被人收拾了 還是什麼原因 他說我看不到 就是你可以再傳給我 這個成兩個禮拜之前的事 OK 然後我想起我 我走的時候 他還再次提醒我 記住傳給我 我明天打電話去問 我真的很需要那份工 很想轉工 就是時間 時間就是做日班 還有每個小時都多量放銀 都不錯 如果你做三四十個小時 都不錯 OK 跟著我再傳給他 想著他就跟我說 他在WhatsApp那裡說 他說我明天會直接打電話去 跟我的經理說 他酒店的經理說 OK 那我傳給他之後 誰知道翌日上班 在公司的時候 就聽到他說 K君請了三個禮拜假 我說請假? 什麼事? 三個禮拜 他說他爸爸過了生 在斯里蘭卡過了生 所以他馬上通知 我們現在這個公司 因為這份工是他的長工 告訴他們 他要請三個禮拜假 帶小朋友回去奔喪 我心想 那就是和你這份新的工作沒有完 沒有完也不是問題 OK 那我就WhatsApp他 即日 我說 很Sorry 聽到你老爸的事情 我說很抱歉 你現在怎樣 幾個禮拜都沒有回覆 他也是看了 不知心情不好 甚至什麼都沒有回覆 那算了 也不怪得他 或者太多事情想 過了兩個幾個禮拜 那些人前兩天就說 昨天 那個經理就上來問 問個當時我當銀班 是吧 另外有個領班 那他就問 有沒有人可以找到 K君 他是不是下個禮拜回來 你跟他有沒有聯絡 因為我有 有 不過他沒有回覆我 說 你可以在這個電話群組 找到他的電話 即他是經理 而且 每個人都可以找到他的電話 我說 你可以WhatsApp 他 想想 另一個女兒就說 好吧 我WhatsApp 我上個禮拜 WhatsApp 他好像 沒什麼說 應該他會準時回來 昨天晚上我回來 我想一下 我又再問一下他 我直接問他 你是不是 11號上班 因為想著下一個禮拜 下一個禮拜 他們說 11號 他就已經請了三個禮拜 然後他說 不是呀 我27號才回 我說你27號回 我說你27號回 如果你是改了旗 你要通知別人 你不通知別人 即是 整個輪監表 那時候 輪監表 即輪監表 就是輪監表 偏監表 那你不就變成 別人怎麼安排 對吧 這份是你的工作 我說 那你有沒有通知 你的小孩的學校 他說 我沒有 可以呀 因為我媽媽病了 即她媽媽可能 見到她幾年 見到婚幾年 過了來 應該都沒有回去 或者十年八年 這樣 即現在見到她回來 這樣 即是有點情緒 那我就 告訴那些經理 聽 我說她27號才回 但我心想 四十 成四十歲 對吧 這份你的工 雖然你都不自在 或者 是 第二天回來之後 不自在這份工 但你都是要 交代一聲 這些很基本的常識 對吧 都沒有 一來 現在是聖誕 聖誕時間 人家安排人手要多些 因為忙 但是很多時候 那些鬼仔 有一個做了四年 即是在 在集團裡做了四年 調來調去 是不是 那個領班 她的名字 就跟我兒子同名的 即是英文名 跟著呢 她就走了 今天她就直接跟我說 我做到十一號 因為我找到份工 嗯 Leslie 你知不知道 去哪裏買這個 白兔糖 我買白兔糖 她說 對呀 我很喜歡吃白兔糖的 我說那些 唐人街的雜貨店 就有了 她說 我每次去唐人街 我看到我都會買的 我喜歡吃的 那我聽到她說 就走了 唉 我也想想想 那如果是 看看買些什麼 送給她 那她其實就是 可能聽到 聽到我之前 我問人家 誰走呢 離開 有沒有人想著 寫卡 或者送什麼給她 那些人說 想想 可能傳給她 聽吧 今天她就跟我說 我喜歡吃白兔糖的 唉 行了 我說我看到 如果看到有 我買給你 然後我還喜歡吃這個 什麼 荔枝啫喱 就是那些啫喱仔 中國人出的 那些 大陸出的 我說是嗎 我心想 你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 那麼多要求 雖然熟 是不是 二十幾歲 做了別人的老爸 他說 你這麼喜歡吃這個 白兔糖嗎 他說 是啊 我自己一天可以 一個人吃一包 你有沒有搞錯 我說 難怪你看看你的牙 因為又吃煙 二十幾歲 又吃煙 又吃糖 這些牙又生得不齊 一盆煙屎牙 那樣 哎 我說你吃這麼多糖 我說 不是這樣 他說我喜歡吃的 因為我覺得這隻糖 是特別好吃的 其實很多時候 我就不是說 嗯 和某某人特別適合 而一般來說 是因為我那裡 是屬於年紀最大的一個 那很多時候 我又多試 是不是 看到那些年輕的人 有些什麼 做得不正確 或者他們 吃煙 那些我都很多時候 我都跟他們說 喂 我說你放火燒銀子 嗯 就是一包煙 幾磅人一包 那你做完都不夠什麼 對吧 就是我 我會提點他們 我說下樓梯 因為有地爐 有地爐 我說你下樓梯 下去拿東西 千萬不要跑 我說那堂樓梯 已經跌線過五個人 有一個還滑到 坦坦腰 整個背脊 呢 呃 雨曬 還是經理 不過現在調走了 那很多時候 看到他們有什麼 我都會提點他們 因為始終 一來他們年輕 可能我又 我又 我又成天 好像 因為我自己都有幾個兒子 對吧 我覺得 有時候你年輕 不清楚的東西 我真的 就算不是我的兒子 我都會 提點一下他們 所以很多時候 他們有時候 跟我說笑 媽咪 什麼什麼 哈哈 其實我在這裏做呢 雖然你說 錢不是多 但我覺得很開心 很開心 有一個叫做 Nicole的妹仔 走了 她本來 在這裏做了幾年了 十八歲的時候 她家裡自己有三隻馬 三隻馬 每個星期都要買馬糧 找人照顧 要百多磅 要照顧三匹馬 她本來想去做 Jockey 去做騎士 就是 授訓做騎士 本來這份工 挺好的 剛剛遇到COVID COVID 跟著封城 前兩年 變成她想去報考那些 練馬學校 不成功 即是 即是不需要了 那時候都封城了 沒有東西看 想拖著拖著 她現在找了第二份工 走了 但是這個妹仔 那時候 十八歲的時候 我認識她 跟著她到二十歲的時候 她一看到我 譬如 那些宿藝用員 或者什麼 我下去樓下 打電梯下去 去搬 那她一看到我 你不要搬 你不要搬 我幫你 你有什麼你叫我 我幫得你 我幫你 我心想 你真的對我很好 即是好像自己 一子女一樣 是吧 很多時候 你雖然 如果你真的覺得重 或者是 搭貨搭得高 那你想叫別人幫你 都可以的 但是 通常來說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job 是吧 那你不可能 每次都叫別人幫你的 但是這個妹仔 是特別 她一看到我搬 我都叫你 不要自己搬 我怕你搬不到 扭傷腰骨 白妹仔 白鬼仔 白人 非常之好 心地非常之好 就算我去西班牙那時候 因為我只是打了兩針 他們要求要三針以上 又說要做核酸檢驗 檢測 什麼什麼 然後 因為報了名 給了錢之後 才買現縮 那時候 買這個 旅行保險 那時候 心想 糟了 如果過不了核酸檢查 幾百磅 就凍過水 想你跟她說 她就說 我知道網上 是有那些 你專門買 如果你失敗了那隻現縮 都可以賠 這種就不是一般的旅行現縮 只不過她就是買 好像賭場買大小 如果你是檢驗不成功 她就賠回旅費給你的 就是你沒有損失 但是你開保險公司就是這樣 那樣樣樣都受保的 就是有很多 好像以前說 恐怖分子襲擊 那些又有恐怖襲擊 就是 又會開一條 如果你受到襲擊 恐怖分子襲擊 那你層樓怎樣又可以 就是什麼保險都有 什麼保險都有 所以要